- 下午三時鐘 歡迎收看七海論壇 我是丁士芬 台北股市今天持續維持在猴年第三天連續上漲 不過今天來說 期限貨部分的漲幅比較收斂 也算是小漲 在球場部分最後小漲6點 收在8212點 今天是結算 然後碰到這樣的行情 那接下來大家說 那手上的這個多單 還能不能夠繼續留進入到三月份 甚至在外資部分 昨天是大舉的做多 那今天的行情 今天在什麼方面的部分怎麼來觀察 後續來說這個行情要怎麼來掌握 節目上趕快先請到專家 接上投稿的分析師中建安 建安哥好 好 師範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建安哥今天又漲了 雖然說漲一點點 但是連續三天降下來 現在行情現在已經穩穩的 還滿穩的站上季線之上 那今天結算過後 接下來進入到三月份了 這個多單還能夠留在手上嗎 行情還是看多嗎 好的 這麼說好了 很緊張對不對 其實不需要緊張 天安老師要告訴你的結論 就是還是同一個 為什麼 還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行情還是要屬於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就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見解真的很重要 來 見解真的是最重要 那昨天落差對不對 一紅一黑一黑一黑一紅不見了 那今天總算來個一黑 但是那個黑也太小了對不對 好啦 市場永遠都是對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慣性還是存在的 偶爾都是三天之內會有一紅一黑 跟一黑一紅的一個現象 你要把這個慣性把它記起來 只是今天的黑真的是黑的不怎麼漂亮 因為才三十幾點的一個價差而已 好 那這個行情要怎麼看 我的看法還是這樣 趨勢不容易改變 一旦改變就不容易再變 你要相信這個行情是錢堆出來的 錢堆出來的 如果假設沒有很多人跳進來 他的股票也不知道丟給誰 所以行情它會持續的往上 所以這就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那說江老師 你這樣不行 震盪就震盪 偏多就偏多 怎麼震盪偏多 我不是條工的 有什麼你不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政府基金在裡面 政府基金在裡面 低檔的時候他會拼拼接股票 高檔的時候他會不會拋股票 當然會拋 這就是震盪偏多的格局的 最主要的一個用意的定義 在這個地方 這樣了解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很開心 在講一直講 每天講幾百點幾千點這樣子 沒有那種東西 好不好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從技術分析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先生老師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假設你要看震盪偏多的格局 那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震盪偏多的格局會不見 因為沒了 對嘛 所以我們要看電視節目就要看這個東西 不然看什麼 假設沒有在拉遠道對不對 有啦 四分比較漂亮一點 主持人OK啦 假設不帥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告訴你 到底卡在哪個地方的時候是 震盪偏多的格局會持續 我的看法很簡單 之前震盪區間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七千七百點到八千一百點 這四百點區間震盪 之前監導師的規劃是這樣 那既然他現在突破了八千一百點 既然他突破了 當然你要嚴格來定義的話 其實他是突破前迫的高點 叫八一六六 八一六六 但是監導師就是給他一點 不要那麼的剛剛好 因為如果假設你給他 那麼頂點的一個阿索比 那如果跌到八一六五 是算跌破不跌破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他一點阿索比一下 所以如果行情大盤指數 沒有跌破八千一百點 也就是說他沒有回到區間震盪整理 他就是一個持續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就是這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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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看不懂 你聽不懂 那我們來找有沒有類似的 有啊 真的有類似的 我們看那個類似的一個技術分析 你就看得懂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前波 八月二十四號彈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 監導老師那時候的標 也叫做震盪偏多的格局 有沒有很震 有沒有 雖然是多方對不對 從這個七千兩百點 拉到八千八 也拉了一千六百點 你沒有聽錯 是一千六百點 但是你又想 有沒有 怎麼好像沒有一千六百點 對啊 因為它是屬於震盪偏多的格局 這樣鑽一下鑽一下鑽一下鑽起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的看法 右邊這個走法會跟左邊的走法很像 那什麼時候會跌破 不知道 不要去猜 既然它把趨勢做出來了 跟著它的屁股後面走就對了 不要想那麼多 這樣了解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震盪偏多的格局 如果沒有跌破八千一百點 它就是一個震盪偏多 就是持續向上 這樣OK嗎 OK的 那你也剛剛看到了對不對 左邊那個圖形有沒有 那個震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不小心從上面下來會震個兩三百點 所以請你要特別的小心 要把部位控緊一點點 好 所以既然它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那重點是什麼 有很多重要的數字 你必須要知道 建安老師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法人換藏成本 是的 真的很重要 法人換藏成本 我有教你這一招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是看長波段的 站上去就偏多 掉下來就偏空 就這麼簡單 來我們看一下 回顧一下 二月份的法人換藏成本 建安老師 叉叉叉叉叉 這要怎麼贏了 好啦 我跟你講答案對不對 這隻啦 七千七百七十八點 那是會怕麻辣的一樣對不對 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 其實上個七就已經是麻辣了對不對 衝那個最高等級對不對 好 二月份的合約 換在七千七百七十八點 今天假設結算是八千兩百點好了 隨便用這個數字 站上去偏多 掉下來偏空的話 那是不是大概有四百點的一個價差 就這樣 這就是法人換藏成本的一個用意 好 那就算了 這個已經過去了 會不會過了 那你想知道三月份嗎 想知道對不對 來 給你看 三月份的法人換藏成本 換在八千 差百 差十差點 那我跟你講 江老師不是有跟你說過嗎 拉高結算不利多方 好像是這樣對不對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加一個震盪 如果假設沒有這些數字 勘擾有沒有 你會發現一直說就對了 沒辦法 法人就換那麼高 我會有辦法 了解 所以我是忠實的解盤給你聽 好不好 所以就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就是因為法人換藏成本 換的真的有點高 八千 差百 差十差點 會不會繼續往上攻 不要去猜 按照工具給你的方式去操作 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所以這是法人換藏成本 OK了嗎 OK 好 所以震盪偏多格局 也告訴你了 也告訴你 法人換藏成本也很重要 江老師 你沒有跟我說 等一下我告訴你怎麼拿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告訴你 好 所以這個行情就解到這個地方 沒什麼好解 因為今天就是橫盤 點贏 就是結算而已 好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當窗OK嗎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一個行情 大漲大跌完之後 就變成一個橫盤整理盤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每一次都是這樣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台子旗的日內走勢圖 今天的高點 8251 今天的低點 8193 今天是真的稍微比較碾一點點 所以它的一個區間 是比較小的一個狀況 大概60點不到的一個狀況 在那邊橫盤整理盤 所以如果假設橫盤整理盤的話 就變得非常難操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工具的畫面 來 今天是空方空盤 還是多方空盤 來 這個是2月份的合約 感覺好像是空方空盤的時間 比較多 大戶在做小做多 對不對 然後散戶是在偏多 好 我們看一下 今天2月份的合約 又來一個七彩銀紅燈 對不對 每一次都這樣 我跟大家講橫盤整理盤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難操作 了解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3月份的合約 第一 積極買賣盤的話 是告訴我們是多方空盤 然後大戶的話 好像忽多忽空的 那散戶的部分 小空對不對 所以今天 有沒有發現又來了 又一個紅的 變黃的 黃的又變藍的 那今天江老師是 操作3月份的一個合約 操作3月份的合約 那昨天江老師有交代 江老師留多單 對不對 但是找盤的時候是一個紅K棒 所以江老師真的有追多 江老師今天沒有守住 我必須要說實話 真的沒有守住 因為紅色K棒 我當然偏多 那掉下來的過程當中 當然翻空 尾盤的時候也變成藍K棒 不過最後一盤的時候又拉上去 所以今天江老師運用工具的話 今天是小虧 應該不是不能講小虧 是虧了90幾點 其實虧了90幾點 我必須要誠實的告訴大家 虧就是虧 沒辦法 因為橫盤整理盤 江老師真的沒有幫我們的會員守住 了解 還是一句話 今天江老師在上一件電視節目的時候 我看到我去參與財經台 那你在逛廚咖 什麼叫逛廚咖 跟逛的廚房一樣 我看到那個一個標題 標題寫什麼 只要是你認為對的事情 你要懂得堅持 真的是這樣 也許你覺得江老師 你今天很落殘 你這樣子做的話 好像沒有賺到錢 我還是必須要如實的告訴你 順勢交易就是如此 趨勢交易就是如此 我根本也不知道他今天會橫盤整理 在這個地方 了解 所以昨天就很老做 今天就不好做 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個實際的一個狀況 所以方向就是 震盪偏多的格局 本來就很難操作 所以你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句話 剛剛有說過 如果你認為對的事情 你要懂得堅持 江老師真的很堅持 為什麼 你去想一下一個場景 假設你在操作騎貨的過程當中 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駛 結果總共有四個狀況 你想一下 那一天有沒有 你是趕著晚上想要回家 也許是從台北回高雄 或是從高雄回台北 OK 好 高速公路上面是黑夜 然後完了之後 現在又下大雨 最近那個天氣不穩對不對 又下了大雨 結果第三個 你的雨露又搬起 什麼雨露 你的雨露壞掉了 可能沒有 其實滿便宜的 一兩百塊而已 然後你有可能忘記換對不對 壞掉了 結果你又不小心 又戴了墨鏡 你想一件事情 高速公路上面 黑夜下大雨 雨露又壞掉 你又戴墨鏡 有沒有很恐怖 有對不對 所以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方法真的很重要 但是方法不是告訴你 天天贏天天賺 是連運用工具的話 真的也是有遇到虧損的時候 那當你沒有工具的時候 當你沒有正確方法的時候 像不像這個場景 有沒有覺得很危險 有對不對 現在那個地震晚之後 大家對那個搖洞都會很害怕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的方法不對的時候 這個場景你光一想到你就害怕了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高速公路上面 如果假設你是一個晚上 下大雨雨露又壞掉 然後戴著墨鏡操作的話 那不就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最後還是一個結論好不好 當你的方法不對的時候 請你推廠觀望 否則姜老師跟你分享一個重要的方法 就是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真的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給它固定 剩下的還是一句話 請你按表操課最重要 那你一定問我一個問題 姜老師 那如果我沒有K棒的顏色怎麼辦 來 我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這個活動的話很重要 什麼活動你知道 建安老師在風關之前 有全省爬爬罩對不對 來 風關開紅盤完之後 也是要爬爬罩 是在做好命的 做壞命的 應該OK 做好命的 因為跟大家分享一些觀念很重要 來 姜老師跟你分享 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姜老師又要全省爬爬罩了 為什麼 回到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四個地方 之前正樣在台南對不對 那已經有很多時間沒有過去了 那這一次利用一點點時間 來到台南 跟大家分享一些操作的邏輯 如果假設是台南朋友 那當然就很OK了 來 姜老師要跟你分享 四個主要的話題 第一個 行情才要開始嗎 到底有沒有機會拉回 剛剛早排一點的時候 姜老師有在盤中連線 有告訴大家資金Party怎麼看 如果假設你忘記的話 行情才要開始 我又跟你分享 到底要看什麼一些重要的指標 那如果假設你是操作期貨為主的 積極的買賣盤 跟大戶的籌碼 如何判斷多空 姜老師要跟你分享 第三個 當然就是剛剛有跟你說過了 三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到底在哪裡 你想知道對不對 我當然是讓你想知道對不對 當然最重要 還有如果假設你是操作股票為主的 28版本的賽馬理論 姜老師也會選好跟你分享 所以這一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總共有四個主題 要跟你分享 三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在哪個地方 要跟你分享 28版本的賽馬理論 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當然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中廠廣告裡面的訊息 中廠廣告裡面的訊息 真的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一定很有幫助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好 這在今天行情的部分 當然重碼面 最近來說大收這兩天熱錢回來了 所以昨天外資買了很多 而且在期貨市場也是佈了很多的多單 那今天來說 今天結算這個健安哥 重碼面是有沒有變化嗎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真的好厲害對不對 這是國外基金聯合外熱錢這樣子 所以錢真的很多 我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分享 真的錢真的很多 現在錢真的到處流竄 所以也許你會認為他 難道他不會做空嗎 也會 所以他就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他不是一個直上的格局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抽碼 來 三大法聯買了23.4億 今天小漲了2點對不對 今天還是一樣買了23.4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稍微中心看待 因為買不多 買不多 所以我們就中心來看待 好 那期貨的部分 來 先深呼吸一下 我在連線的時候 那個志愈還問我說 轉艙是轉多單還是轉空單 我說隨便猜也知道 轉多單 轉多少 給你猜 想知道嗎 來 給你看 直接 轉了30,800,19口的多單 也就是說講比較直接一點 2月份的多單 根本就沒有平調 就直接轉過來了 所以你在跟誰對座 很明顯你是在跟三大法人 尤其是外資的一個多單對座 很明顯喔 超級明顯的對不對 另外的 我稍微跳通一下 我要給你看一個數字好不好 我有說過 我們散戶最後一招 貪中方向 不設停損 加碼貪平 凹單流倉 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散戶多空的力道 今天一開倉 這是一開倉 就負25% 表示什麼 一開倉 散戶在做空 一開倉 一開倉 家裡的大人 三大法人是在做多 所以高下利監了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工具會告訴你 結論我也會告訴你 那我希望你可以選對的那一邊 不然的話 這樣操作起來 真的說會很難過 好不好 我知道你會害怕 所以我才下了一個標 震盪偏多的格局 如果你不敢做多 也不要進場放空 了解沒有 你就空手觀望總可以吧 沒有人規定你要持有倉位 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會害怕 你就先退場觀望 不就是這個道理 了解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繼續看選擇權的一個部分 選擇權進多單3萬8 選擇權進多單3萬口 一開倉 就直接送給你6萬口的進高水位 所以這個數字就中性偏多 所以從剛剛到現在 哪個數字是偏空的 沒有 沒有一個數字是偏空的 所以很明顯對不對 好來我們看一下 普攻規則1.10 好這個部分 監獄是把它定義成中性 那如果來到了1.11 就是中性偏多囉 就來到了中性偏多囉 了解 所以記得 籌碼是最後這麼說好了 假設你今天做多做空 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方法 去辨別多空 但是如果假設你收完盤之後 看了奇海論壇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倉位 好像跟那些大小的 好像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會不會緊張 會對不對 你要保持那種警戒喔 好不好 還是一句話 看不見的時候 白白 這樣就好好的休息 不一定要持有倉位在手上 OK 好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加原指數的日限期的K棒 有看到沒有 還是紅色的K棒 江老師有跟你分享過囉 雖然它之前是一個乖離訊號產生 會走得比較震盪 那這樣拉起來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突破了一個區間的一個上緣 那當然就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這個不需要什麼一樣的一個廢話 很多人會說 江老師那為什麼你之前不看多 因為之前它就是區間嘛 之前就是區間 現在已經突破區間了 就不要再看區間了 就往那個方向做就好了 了解喔 把你的資金部位控緊一點點 往那個方向做應該就OK了 這樣了解喔 所以第二階段江老師就把大盤的日限期K棒 跟你做交代 好 這裡在選股部分 昨天這個賽馬理論 好不容易重出江湖了 那你到底這些多多股票 江安哥 現在還可以持續的往上追嗎 好 這麼說好了 可不可以持續的往上追 你有聽點沒講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所以它會比較正一點點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強勢股的話 逢回你再接 我覺得OK 或者是如果你覺得 你有資金控緊一點的話 你其實你可以先把你的基本部位 把它丟進去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請你記得不是重壓的時候 既然它是震盪偏多 它總會震一下嘛 你重壓一次 你就沒辦法穿開了 你知道嗎 你又不是很準 那一壓去就一定往上攻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分批布局 了解喔 好 那分批布局 要怎麼布局呢 很簡單 27版本的曬馬理論 不一定選它 但是還是一個原則 做多的股票一定是紅色的K棒 6238的勝利 有沒有發現還是紅色的K棒 3552的同志 今天又創新高 又創新高 同志我已經講很久很久很久了 它就是一路的創新高對不對 來 2379的一個銳利 今天有稍微創新高之後 有做拉回的動作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資金控管的部分 8436的什麼大疆 紅色的K棒 2393的異光 紅色的K棒 4966的F普瑞 有沒有 今天有創新高 但是有稍微拉回一點點 不過還是沒有改變 它多方趨勢的一個格局 2485的一個造荷 對不起 2485的造荷的話 目前就是還是黃色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特別注意一下 也許會變成一個紅色的K棒 來 4971的F-1T 今天創新高拉回來 你知道為什麼會創新高嗎 你看一下整個平台突破 有沒有很漂亮 超級無比漂亮的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把它 稍微拉遠一點點看的話 你會發現你這張股票還不錯 3665的F-1T 今天盤中一樣也是創新高 2355的進棚 然後6415的 系列也是盤中頂到新高 大概一點點差一點點就創新高 3036的一個文業也是一樣 昨天有跟大家介紹對不對 盤中也是創新高 收盤也是創新高 就是盤老師有跟你分享過的股票 其實怎麼操作很簡單 既然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你就找紅K棒來做多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看它長很兇 看它不舒服 你去空它 那真的很危險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都在空什麼 不管是操縱也好 不管是雙紅也好 你就明明知道它很強 你等它弱的時候好不好 怎麼弱的時候 等於死環桃 工具會告訴你 真的工具會告訴你 要彎頭的時候你再去空它 這樣會比較有漏 所以方法不對就請你退場觀望 否則的話你可以參考 盤老師的28版本的賽馬理論 這時候來 盤老師我也不知道 這樣掃過去 我怎麼知道28版本理論 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好你想知道對不對 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全省趴趴趴要跟你分享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要告訴大家 行情才要開始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要準備什麼東西 盤老師要跟你分享 積極的買賣盤 跟大戶籌碼 在期貨當中如何判斷多空 最重要的是 三月份的法能成本 到底換在哪個地方 28版本賽馬理論 盤老師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你一定想知道 盤老師在這個活動 就是要跟你分享這些內容 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也覺得很重要的話 請你留意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一定非常有幫助 所以等一下廣告 我先注意一下廣告訊息 待會兒在選股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更多行政分析 在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國際利多利空消息雜程 如何占用工具辨別多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2月20高雄台南 2月21台中台北 02-2506-6808 02-2506-6808 為了拯救世界上最美麗的人 熊蓋屋裡頭的狠角色 即將閃亮登場 Are you a male or a female? All is all you have a hot dog or a bun 2月26名模大見點2 國際利多利空消息雜程 如何善用工具辨別多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2月20高雄台南 2月21台中台北 02-2506-6808 02-2506-6808 血清素是人體最重要的快樂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顆膠囊等於13根香蕉 幫助入眠快樂滿點 快搜尋樂活香蕉 她也許很無厘頭 Are you a male model or a female model? 但這次一定可以命中紅星 Cosmine Light 2月26名模大見點2 香蕉的花蕉 可以讓男性保健事半功倍 添加多種營養精華 男性活力保健首選 更榮獲瑞士發明獎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無憂 快搜尋香蕉雄蕉 順手捐發票 救救植物人 上年中獎九千多萬 請再支持 創世謝謝 I need you have so much fun to play I have stars of the world Oh snap Toss me tonight You got it No 2月26 Sorry 明魔大見點2 Take me from behind Wait what For safety I'm more insane 還有一杯咖啡 诶 你午餐都是這樣嗎 好業務壓力大 時間不固定 根本不能好好吃飯 咖啡好囉 謝謝 是咖啡甜食讓你餵食道逆流嗎 現在食道胸口足熱 好難受 再忙也要照顧自己 餵食道逆流就吃脊胃福士定 餵食道逆流 脊胃福士定 一定搞定 國際利多利空消息雜程 如何占用工具辨別多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2月20高雄台南 2月21台中台北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歡迎回到期待論壇 今天雖然說行情也是漲的 但是其實如果做當中的話 跟昨天來比 其實今天來說比較難操作 昨天是一路往上 但今天中間出現一些震盪 今天的當中怎麼來掌握呢 趕快這把時間交給家安哥 對 真的比較震盪一點點 你也知道嘛 順勢交易就是趨勢盤來的 比較好操作 橫盤整理盤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難操作 那家老師還是要交代 今天做了什麼動作 來 就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今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今天收盤在這個位置 那昨天家老師有交代 我有留多單嗎 其實家老師在這個地方 真的有去最多 因為他是紅色的K棒 我想說再給他加碼 獲利多一點點 結果一加碼之後 我就倒退路 倒退路還要承認錯誤 還是要平掉 平掉的時候還是要放空 放空完之後 尾盤真的在這個地方 真的有變成藍K棒 不過最後一盤的時候 還是拉上去 所以橫盤整理盤 其實真的會比較難操作 所以家老師有幾種交代過 今天原本可以賺錢的 結果被他搞到變成是 -90幾點 這是家老師辭職的 真的沒有守住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 如實告訴你 真的就是這樣 不好操作的時候 我還是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工具的用法是怎麼用 不過還是一句話 方法還是同一個 你千萬不要說 家老師看起來這樣不行 不會的 為什麼 方法就是同一個 你千萬不要說 這樣是不是要再調一下 調什麼 不用調 了解沒有 昨天不是沿路紅K棒上來嗎 不用調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方法的話 你就好像在高速公路 黑夜開快車 下大雨 雨傘又壞掉 又戴墨鏡 那真的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方法不對 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情景 這樣操作起來 那可危險了 了解 好 那你一定問說 江老師那怎麼辦 來 江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江老師要跟你分享 Tendination 好 簡單的 好 到底怎麼做 所以這個很重要 全程趴趴趴 行情真的才要開始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要準備什麼 積極的買賣盤 跟大戶的籌碼 到底怎麼樣判斷 期貨的多空 這個很重要 那3月份的法輪換張成本 到底換在哪個地方 28版本的賽馬理論 江老師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這個活動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些活動的 所以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你在操作 接下來操作 你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但台灣都奇怪 下個禮拜摩台又要結算了 你知道嗎 我買一個梗 我要告訴你 了解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留意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中場廣告的訊息 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一定非常有幫助 所以等一下廣告 我先稍微注意一下廣告的訊息 今天結束完之後 明天邁入到了三月份 到底這個行情 接下來要怎麼來操作 關鍵的點位要看在哪裡 江安哥 好的 昨天有買一個梗 多空加戰點位越打越高 是的 真的越打越高 因為多空一直 空方一直退手 當然就越打越高 來 絕學籌碼 多空加戰點位打在8100X19點 離昨天的話有一點點遠了 昨天跟你提示一下是離8200 比較近對不對 那這一個數字的話 是離8200有一點點遠了 所以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8100X19點 到底多空雙方打在哪個地方 明天8點45分之前 建安老師會公布在盤中教學員 另外提醒大家 現在真的是國際熱潛 移動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我相信國際股市 還是會影響到我們台股的 所以如果睡不著的話 今天晚上美股你可能要稍微盯一下 對 好 所以現在來說 其實還是要看整個國際情勢的部分 還有我們自己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這個經濟數據來說 在昨天公布的不深 今天下午還要再公布GDP了 或是來說怎麼影響這台股股市呢 還有明天的關鍵行情怎麼來掌握 從事件鎖定我們的節目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